原标题,继老干妈后,一件国产与重复,也被美国人民盯上了。 加拿大俄表示,想不通你在纽约如果不认识Oroly,就相当于在国内不认识加拿大俄Canada Booth,加拿大著名羽绒服品牌,这是一位纽约留学生对Oroly的评价。 昨天,因为一段视频,Oroly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不过,联系上运作Oroly的加星此时贸易总经理,80后邱家伟时,电话那边的他,还是相当淡定。 亚马逊全美服装类的线上,小脸冠军货,还没上架就卖完了,我们差不多是在2013年开始做亚马逊的,算是国内最早一批做跨境电商的企业。 邱家伟说,自己是草根创业,目前公司在亚马逊上有三块业务,羽绒服,家具和行李箱,都是加星当地的优势产业,其中羽绒服占到全年80%的业务量。 邱家伟和工人在研究样式,出色亚马逊时,他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做到亚马逊服装类,超过1.5亿款产品的全美销售冠军,甚至有一段时间是服装。 鞋子,首饰等综合类目第一,第一年,我们总共才卖出去400多件衣服,真正让他发现奥尔雷彻底火了,是去年3月。 那个月的月底,美国纽约杂志主编发了一篇文章《经核实》,去年3月27日,纽约罚纸曾发布一篇文章,题为不太可能的故事,遮剑。 在亚马逊上卖140美元的羽绒服,拿下了上东区,纽约曼哈多的上东区是富人区,有不少名牌专卖店,说的是自己在纽约富人区发现很多名人,设计师,居然都在穿同一品牌的羽绒服。 调查后才发现,这是一款来自中国的羽绒服。 纽约杂志的报道,对于这位主编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因为奥尔雷并非什么时尚名品,价格也不贵,却受到了那么多时尚圈子一届领袖的青睐。 去年下半年席卷美国的韩潮,使得多的对羽绒服的需求暴增,让奥尔雷彻底卖爆了。 极端天气产生的极端需求,打了邱家伟和团队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卖得太抢手,来不及备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只能被迫选择时间更短,成本更高的空运,但还是常常赶不上。 现在我们的产品往往是刚入仓,还没上架,在运收阶段就已经卖完了。 去年12月到现在,基本处于断断续续能买到的状态,时尚总监穿着他出入正式场所这些故事,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奥尔雷能受到时尚界的关注。 尼玛时装总监 第一次看到 是在他妈妈的一位朋友身上,随后,他也买了一件。 在一次活动中,他发现另外三人和他穿同一件外套,其中一位是社会名流和创意顾问 纽约网纸去年3月,相关报道,截图一件名牌羽绒服能换包间 昨天在国内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的这段国外视频里,主持人拿着一件 奥尔雷的衣服和加拿大俄 以及蒙可拉 比较,前者只要130多美元,后两者分别需要825美元和1000多美元 奥尔雷的性价比不言而喻 亲民的价格,保暖,时尚,防水等特性,为奥尔雷的走红点定了基础 眼下,在国外社交媒体上,有粉丝专门为奥尔雷创建话题 成了奥尔雷的自来水 邱家伟说,亚马逊网友Sera的评价也很能说明问题 他为奥尔雷的衣服写了一段很长的评价 先是夸赞他超级温暖,大冷天里面只要穿件衬衫 然后,他又表扬衣服的时尚品位 我已经从陌生人来得到了三句称赞 之后,他重点称赞了衣服的口袋 总共有四个大口袋,也可以放手机,也可以放手套 我还喜欢他柔软温暖的风貌 除非在大风天,不然他都不会被吹起来 今年主攻欧洲市场,正在把经验分享给其他自家公司 去年11月至今,邱家伟特地去了两趟纽约 顺便看看自家的衣服在当地有多火 真的在大街上看到一些,感觉很亲切 下月初,他们会再去纽约,尝试和当地的品牌 建厦门 店以及销售公司洽谈合作 建立线下销售渠道 建立一个受到全世界人民喜爱的时尚品牌 是邱家伟和团队的一个小目标 在美国市场区稳定后,他们将目光描向欧洲 去年底,他们的羽绒服已在欧洲小批量销售 情况还不错,今年将会上线所有产品 另外,做内销也是邱家伟一直在考虑的事 但因为国内外市场环境不一样,团队上下都比较谨慎 不过,在淘宝上,也有零星的商家在销售欧柔雷的羽绒服 有几家标明了是海外代购 代购价格1200是1500元不等 这算下来比美国卖的要贵 近期也基本没什么成交 这些年跨境电商很火 也有许多这家制造 阿丁派到了亚马逊 Abay, Wish等海外品牌 作为过来人 邱家伟的经验是要用品牌意识 而不只是开个店 这些年,虽然云荣及人工成本不断上涨 欧柔雷的售价也不断提升 但一直很受欢迎 原因也在于此 来源,都是快报大家都爱看 看来眼看 对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